CNN以Leaving Hell 也就是人間地獄的強烈用詞 來形容台灣的交通亂象 同時還指出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等等國家 都特別警告自己的國人到台灣旅遊時 要注意惡劣的交通狀況 不過有趣的來了 明明這幾個國家都知道台灣的駕駛人水準普遍低落 怎麼卻允許台灣人去他們國內旅遊時 可以直接開車上路 難不成他們都不怕台灣的三寶嗎? 台灣的駕駛目前可以通用到全世界95個國家或地區 幾乎可以說是跟我們的護照一樣好用 而且也跟護照簽證發生一樣的狀況 那就是我們的駕駛可以使用的國家數量 同樣比左邊的鄰居中國還要多 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 要歸功在國際駕駛的制度 19世紀汽車剛被發明出來時 只要有車就可以直接開上路 根本就沒有什麼駕照的概念 一直到1904年英國才開始立法 規定沒有駕照的話就不准開車上路 之後歐洲其他國家陸續跟進 但是問題來了 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是陸陸相連 如果需要開車橫跨好幾個國家的話 那不就每到一個國家就要重新考一次駕照嗎? 於是在1926年 28國代表齊聚在法國巴黎 共同研擬了巴黎國際機動車交通公約 其中一條就寫明 只要是由締約國核發的國際駕駛許可證 那麼到了其他締約國內也都是有效的 不需要另外考核就可以直接開車上路 公約同時規範國際駕駛許可證 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國際駕照 的樣式跟內容 記載最基本的照片、姓名 以及各種允許駕駛的車種 包含小型汽車、大型汽車、機車這三種分類 不過可能是當時的跨國駕駛需求不高 再加上殖民地還沒獨立 簽署巴黎國際機動車交通公約的國家 幾乎都集中在歐洲跟中東、北非 美國則完全沒有簽署 至於東亞的部分 泰國有初期制定公約的會議 但最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卻沒有簽署 而中國跟日本也沒有簽署這份公約 也就是說當時的台灣人 要到其他國家開車、騎車就一定得要另外考章駕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聯合國成立 到了1949年 召開道路與汽車運輸會議 針對跨國行駛的車輛 以及國際駕照制度 有了更詳盡的規範 這次會議上同時制定 道路標誌與號制議定書 裡面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用圖示化的方式 來告知駕駛人標誌代表的意義 像是三角形代表危險或注意 用圓形代表指引尊行或限制 用方形代表路旁資訊 所以我們今天在路上看到的不少標誌 都是源自於這份意義定書的內容 像是急彎、平交道、注意行人、線高、速限等等 由於這次的會議是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 相關規定之後就稱呼為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當時已經獨立的國家大多數都有簽署 而中華民國身為聯合國五個強任理事國之一 當然也有簽署這份公約 從這時候開始 只要考過中華民國的駕照 就可以到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開車上路 在1968年 聯合國又再次召開道路交通會議 地點則是改到了奧地利的維也納 包含車輛、國際駕照、道路標誌、號制等等內容 都在這次的討論範圍內 會議結束之後 發布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 不過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 這次的公約算是升級版 所以一旦簽署之後 先前的巴黎國際機動車交通公約 跟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就會直接停止在那些國家內試用 有些國家選擇不升級 像是美國跟日本都只承認1949年的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而中華民國則是兩個都有簽署 所以就自動升級 適用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的內容了 不過到了1971年 聯合國大會做成2758號決議 也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才是唯一合法的中國代表 並且把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 連帶的就是這50多年來 複雜的國際組織跟主權相關問題 在駕照方面 雖然中華民國簽署了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跟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 具有合法國際駕照的資格 但後來有些國家否認中華民國的締約國身份 連帶的也拒絕承認中華民國的國際駕照 使得同樣是依照道路交通公約合法的國際駕照 出了國能夠使用的國家數量卻相對稀少 不過要在其他國家開車騎車 不一定需要國際駕照 或者是在他們國內考過駕照 只要兩個國家之間 彼此有簽訂互相承認駕照協議的話 那國民也可以在國內考過駕照之後 就到其他國家境內開車騎車 比方說日本雖然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際駕照 但是卻可以在台灣申請駕照的日文譯本之後 就直接到日本自駕旅遊 而在美國的話 不同的州甚至有不一樣的規定 有的直接承認中華民國的駕照 甚至連翻譯成英文的譯本都不用 有的則是只接受國際駕照 世界上其他國家當然也都有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如果出國真的有自駕需求的話 務必先上公路總局的網站 確認好目的地的情形 才不會租不到車或者是上路了 結果被警察開罰甚至拘留 既然台灣人出國要自駕那麼麻煩的話 那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事情應該就比較簡單了吧 實際狀況可能沒那麼單純 雖然1971年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承接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但是並不是所有權力都有完整繼承 至少在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跟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的部分 中共到現在仍然沒有簽署 這也造成中國沒有辦法核發國際駕照 只能仰賴跟其他國家簽訂 互相承認駕照協議的方式來處理 使得中國駕照在國際上 反而沒有比台灣駕照來的好用 比方說日本、希臘就是只承認台灣而否認中國 原先由中華民國核發的國際駕照上 英文只有寫國名的Republic of China 但是為了減少這個China不是那個China的狀況 今年7月開始 比照護照的方式 在封面加注台灣的字樣 公路總局同時強調 這種加強識別的方式沒有改變到格式 所以還是適用1968年簽訂的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 而這個字樣當然也是寫在封面上 所以像美國跟日本都只有簽訂1949年的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而沒有簽訂1968年的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的話 核發的國際駕照上當然就是寫1949而不是1968 至於哪些國家的人民可以拿國際駕照過去呢? 在日本警示廳網站上列出的名單只有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的締約口而已 也就是說像沙烏地阿拉伯只有簽訂1968年的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 又沒有跟日本簽訂互相承認駕照協議 到了日本就一定要另外考駕照才能開車騎車上路 簡單來說出國能不能自駕旅遊取決於有沒有簽訂國際公約 或者是兩國之間有沒有互相承認駕照的協議 而基於平等互惠原則 互相承認駕照協議實施之後 彼此就都不用再另外考照 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煩 所以那麼多的國家跟台灣簽訂互相承認駕照協議 也是要讓自己國家的人民出外旅遊時可以比較方便 而除了旅遊的民眾可以收回之外 還有不少外籍學生來台灣求學時 因為拿到駕照的門檻比較低 會選擇在台灣考到駕照 回國就可以直接開車騎車上路 但是這些看似變明的措施當然也會有負面影響 根據相關報導 台灣人在日本的交通違規比例可以說是數一數二高的 駕照口核不嚴謹的結果就是放任三保到國外敗壞民生 而且台灣惡劣的交通環境其實也會降低外國人來台灣自家上路的意願 如果這個狀況持續下去 其他國家說不定也會放棄互相承認駕照的協議 交通安全真的跟觀光是密不可分的 也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不要讓人間地獄的惡民持續下去